我大女儿拿的 因为我也没去核实 我在做饭嘛 她拿过也没看 我认为自认为 就是说冰激凌的话 我们就直接放冰箱里面放了 到下午七点多钟 到晚上七点多钟的时候 要打开吃了嘛 打开一看 第一个 别说包装盒有没有原主的 我看里面图案 跟我完全定的 跟我之前定的完全不一样 我之前定的是朵拉图案的 然后打开过后 是一个塑料 塑料洋娃娃插在蛋糕上面 10月4号 是杨女士小女儿的三岁生日 杨女士说 因为时间原因 她在网上临时订了一款蛋糕 我当时说的就是 林平原主蛋糕店地址 就这么输进去的 就这样 直接点击 当时还不是这样子见面 杨女士已经找不到 当时的链接了 不过她之前截过图 这是一个有卡通形象的蛋糕 价格是198块钱 页面上还有400客服热线 对方客户接电话 当时跟我说 如果订蛋糕的话 要加对方的那个微信客服 在直接在微信上面 发给我的链接 支付蛋糕的一个款项 微信中 杨女士表示要冰淇淋蛋糕 对方说要额外加50块钱 最后杨女士通过 对方发来的链接 支付了248块钱 杨女士说 蛋糕是当天下午1点订的 傍晚5点多送到 她没有检查 等7点多 吃晚饭的时候 才发现问题 现在蛋糕被吃掉了一部分 上夜半妈妈回来以后困 马上就睡觉了 迷糊糊的 完了送蛋糕来以后 到门口叫了一下以后 找我女儿在家 女儿给拿起来 都没看 没看然后就放到冰箱里了 因为她点的是冰淇淋的 所以怕花掉 对比杨女士这款蛋糕 和页面上的照片 两者都有一个卡通形象 有草坪 蛋糕上都写着 我三岁了 可仔细一看 手上这款蛋糕 插着一个洋娃娃 蛋糕一圈是西红柿 然后我就立即 跟我那个微信 客服联系 我说你们蛋糕是错的 我怎么是这么一个 蛋糕订过来 对方都没给我回复了 这么一个 放在蛋糕上面 这个谁敢吃啊 是不是 而且还这么毛茸的 这种毛发 后来杨女士又向 原祖食品方面投诉 这次她又查到 另外一个400客服电话 我们客服热线 电话的话 全国只有这一个 400110777 我现在报个 报个你这个 看是不是你们这边的 一个分店电话 好吧 我们没有分店的电话 全国700多家门店 只有这一个 客服热线电话 女士 杨女士说 她反复拨打截图中的 400客服热线 只要谈不拢 对方就有 爱挂电话的习惯 在先前的截图中 没有显示 蛋糕店的地址 为了能够和对方 当面沟通 杨女士用记者的手机 再次拨打过去 重新订蛋糕 这次她把送货上门的要求 改成了 倒店字体 请问是那个 圆祖蛋糕店吗 是的 订蛋糕呢 是的 我想问一下 你这蛋糕的话 大概多长时间 能送过来 电视铃的话 要一个小时左右 一个小时左右 可能来不及 我这样子 你们做大概多长时间 你看我能不能 到你们店里去拿一下 可以的 那你们地址在哪里 你告诉我一下 我记一下 等会我过来拿好吧 好的 好的 这家所谓的 圆祖蛋糕 到底在哪 为什么杨女士 拿到手的蛋糕 和预定页面中的 不一致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为了排除 这个400客服热线 不是因为信号的原因 挂断的 杨女士再次拨打过去 是圆祖蛋糕对吧 嗯 然后我订蛋糕 然后就跟我说 是一个小时能做好 然后地址 麻烦跟我说一下 好吧 我过来直接拿 我可以送货的免费送 你不嫌加微信订吗 详细地址 麻烦告诉我一下 好吧 还没问清楚具体位置 对方再次挂断电话 最后杨女士和记者 决定表明身份 第三次拨打电话 那个是转接电话 您微信联系他 把图片发微信上 让他给您处理一下 对 处理但对方没给我回复呀 我怎么发微信 对方都不回复我的 昨天晚上都发的 我现在联系他 让他给您回消息哈 等一下 等一下 昨天也是这样跟我说 联系给我回消息 一直没联系 我现在主动打电话 你们还是在那儿 给我回消息 昨天打电话了吗 喂 你好 这边是元祖蛋糕店吗 对呀 一元两元的元 祖是祖宗的祖 不是元祖啊 你订的谁家的 订的就是你家的呀 你好 我这边是浙江电视台 108黄简的记者 这消费者反映 你们这儿不是元祖蛋糕店 我想问一下 不是元祖蛋糕店呀 你们办公地点在哪里 什么办公地点在哪里 我在店里呀 后来杨女士 先前家的微信有回复了 说是收款码发来退50 但杨女士要求退全款 在这款蛋糕的外包装上 印着新意蛋糕房 还有地址 在杭州林平区 乔思街道五星村 店内有同款 插着杨娃娃的蛋糕 我说这个图案是数码的 我说我做不了 我说那放个杨娃行不行 他说行 行就行嘛 行嘛我就做了 朱老板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 显示一个叫混世大魔王的人 向朱老板订蛋糕 姓名地址都是杨女士的 蛋糕样式也是杨女士预定的 这个蛋糕 朱老板收了80块钱 虽然样式不符 但他说是经过客人同意的 他直接找我的呀 他加我微信啊 我自己平台上面 他搜索一下 哪里有蛋糕店 他搜索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对不对 你原主蛋糕 你干嘛不在原主广泛地呢 我们看着他 这不是你的新的 不是新的好友啊 新的好友 我这个好友多得很呢 对 跟你肯定有关系的 你怎么跟我有关系 没关系你不会这样的 你放心好了 你跟我有关系 杨女士的248块钱 转给了北京校服荣科技有限公司 记者查了一下 现在这家公司 叫北京多美多科技有限公司 杨女士的丈夫 多次拨打北京的12315 都没有打通 最后她报了警 说是联系上了这家公司 女女来了以后 然后我就把这个情况 跟她搜了一下 她看了一下 我夫人那个 给她那个就是付款记录 然后她就拿出一个手机来 好像是手机或者警户通知类的东西 然后她查了公司以后 她就直接电话号码跳出来了 那明天打电话以后 就直接跟她谈那个事情了 然后她说答案给退款 后来呢 她叫店家把那个 蛋糕那个图片发给她 发给她以后 她看了少了一小块 她就弄的全额 让我们就是让务嘛 让她50块钱嘛 就退了198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